美国助理司法部长在周三参议院司法委员会 指控中国掠夺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 并且复制美国企业技术 事实上川普政府已经不止一次批评中国公司侵害知识产权 更认为中国政府对本土企业的补贴影响全球市场公平性 美中两国对抗随着贸易战进入谈判期 华为首席财务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 美国似乎稍微占了上风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北京当局正在草拟中国制造2025的替代计划 除了会对外国企业进一步开放市场 还可能淡化中国想要成为全球制造业霸主的企图型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正在演绎的新计划将会在明年提出 并且取消中国企业提高核心零组件的自主生产率目标 知情人士还表示 中国当局也计划宣布促进公平竞争的政策 引入中立竞争的概念 让中国本土企业和外国企业都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新计划直接对美国的指控做出改善 就被外界认为这是中国对美国在贸易谈判上的一大让步 只不过还是有中国官员强调 中国改善经济政策是为了解决部分企业产能过剩的问题 不过不论理由为何 中国如果真的在明年推出新的产业计划 渴望加速美中两国的贸易磋商 会不会顺利为美中贸易战找到解放 外界等着看 新闻时事报记者吴哲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